一人许韦恩2021年3月任爱小6岁王家梁 小两口感情甜蜜 事隔半年多遍完成登记结婚 平时经常透过社群平台互动放闪 也会分享生活点滴 而他日前透过电商平台虾皮买东西 味料事后想退货 遭卖家冷处理 对方后来更清空卖场 让他无助直呼像被诈骗 许韦恩20日更新Instagram现实动态 分享近日网络购物遇到了不好的经验 透露这是自己第一次在虾皮上买东西 大手笔花了2270元 收到商品后想申请退货 先礼貌私讯卖家询问是否能退货 并附上订单资料给对方 未料从前一晚许韦恩讯息发出后 至今已超过24小时 卖家期间有上限却始终没回应 遭对方冷处理 不仅如此 接着他更发现 对方突然将网站内的商品全数下架 清空 点开页面只见一片空白 重点是他就这样消失了 一连用了多个暴空表情符号 像被诈骗一样 都会向网友求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